今天帶大家來到觀塘工廠區 除了賺食之外,其實觀塘工廠區還有很多東西玩 今天去哪裡玩呢?我們馬上帶大家去看,GO! 暑假快到了,不想跟一班人出去逼,跟人曬著玩 其實VR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天就來來到這個VR Party Room 跟大家一起用VR打喪屍,煮食,焦焦焦焦焦焦焦 你叫我玩到新水新汗就知道 終於玩完這個喪屍遊戲 那是很刺激的,很高運動量的 在這個格子那裡玩呢,基本上是等了拍了一段 我想四個字的步 不過重點可以告訴大家,最重要是用劍 因為劍是無限的,而且不需要Review 爐劈還可以好像打遊戲,出分姿勢,是OK的 不行,跟大家玩這些暴力的遊戲之後 現在也會和大家玩一些輕鬆的,煮食 沒那麼緊張吧 來啊,走過去煮食吧,表演 哥以前也是煮食出身的,你不要小看我 這遊戲最棒的是發洩,其實是給服務正學業 就兜的碟走一二車 吃肉啊 死呀 死呀,這是發洩遊戲 可不可以把碟扔它嗎 喂,它沒有反應啊 可以的啊 抹抹吧 沒有啊,大哥 我覺得自己很殘忍啊 好 好,玩這些遊戲完全體驗不到服務性行業是多麼辛苦的 還有我告訴大家,這個遊戲的重點不是在於煮食 而是在於怎樣可以對這些可以整天催你的客人發洩 扔個碟扔進去都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些東西現實就不要學了,遊戲發洩就算了 哈哈